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越不讲 越不讲 就越不会讲 就越内向 内向越自闭 越自闭 就越封闭 越封闭 就越没有潜能 当然你的口才能力就越来越变得不好 各位 人讲话要从三岁讲到八十岁 或者各位 如果你注重健康 注重营养 就算养生 你可能要活到百岁 对吧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活到百岁 从三岁讲到百岁 你看一个鞋这样补上五年年 会成为一个补鞋的专家 一个修电脑的人修个五年 会成为修电脑专家 一个理发师减个七年会成为一个剪发的专家 一个人讲话要讲八十年 你说你不成为一个讲话的专家 你不成为一个演讲的专家 到底是谁的责任 你看有很多人五十岁的 当个领导上去讲话 还有心跳加速 严惩紧张 然后心理表达能力不好 各位 在我的课程里面 有什么互联主席来上课 有什么招商局长来上课 有区长来上课 也有县委书记来上课 也有一些很多领导来上课 他们为什么来上课 他们以前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在自己的这个角色上 有时候到面对新的场合 面对众人讲话的时候 他觉得不够流利 他觉得不能脱稿 他觉得老是要遇到那个稿子 老是遇到过去的那样一个经验 他没法有创新系 没法有什么 没法有个性 所以他要学习这种东西 那学习的东西 要发自内在的东西 各位 发自内在的东西 首先要改变你的信念 很多人的信念就是 我不会讲话 我口差不好 我学历太低了 我不敢当众讲话 当这些信念一直直到你头脑里面 各位 你头脑怎么运作的 你越相信的事情 你的身体就证明给你看 你越相信自己 不会讲 你身体就调整你自己的状态 证明我不会讲的状态 给你自己看 你越相信自己 在当众不敢讲话的时候 你身体也调整的状态 我紧张 我心跳加速 我学往上游 证明给你自己看 我果然不会讲 我果然不会讲 我就要少讲 我不应该讲 然后这种状态就越来越证明 给你自己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记住 当你讲话的时候 你就要学会观察 当你学会观察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说 你自己就拥有了一种 该讲不该讲 能讲不能讲 多讲还是少讲的能力 所以当你讲的时候 你应该讲到点子上 而且要怎么样 而且要围绕主题 紧扣中心 有学有肉 有例子 有见证 有感触的讲出来 而且有结论 如果不该你讲的时候 那么你就应该 在旁边仔细的观察 觉得什么时候该讲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在讲话之前 首先你要学会观察 察言观察 说话说 听八方 眼观八方 听六路 所以每个人都要注重 这是第八个习惯 第九个习惯 就是只要讲话 首先要注重聆听 聆听 各位 什么叫聆听 聆听就是聚精会神 将心比心 然后呢 这个什么专注的 听 听话中话 话外话 话后话 其实每个人有时候 讲表达话的时候 不是语言本身这个含义 而是话后还有话 话中还有话 所以我们要去仔细听 那聆听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很重要的是 就是你当你学会讲之前 首先要学会去听 有人说 老师 你现在教这个口才班 为什么你能够教口才班 那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以前是一个 内向自闭口诗 然后轻度口诗 封闭自我 一个不喜欢讲话 讨厌与人交往 内向的一个人 可是我现在为什么能够 包括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 面对八千人 在那个在沈阳的 一万多人体育馆现场 那我都能够这样流利的表达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发现 其实一个人 只要你每天 在口才这个地方 都为自己加分 每天你加分一些知识 加分一些能力 加分一些经验 加分一些习惯 加分一些表达的这样一种什么 一种这种个性 然后你每天不断的累积 每天不断的累积 每天不断的累积 最后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透过这个累积的 为自己加分 得到这些资讯 那么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 演讲能力提升的关键 不在于我自己讲了多少场 当然讲这个场 对自己有很大的关键 可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什么 我在于听了多少讲 我举个例子 我办了一百期以上的 这种经口才训练 那每一期在经口才训练呢 我都会让十个人上来比赛 每个人讲十分钟 各位你想想看 每一次十个人 那么乘以一百场 就是一千人 我现场听过一千人 这种演讲 那我每次比正是 在这个封闭式训练的时候 我会叫三十个人上台PK 每个人PK的时候 他都要讲自己的故事 讲自己的核心观念 那么每一场三十个人 一百场下来 我又听了三千人的演讲 各位 那同时我在过去十一年当中 我至少听过超过一千个 不同的老师 这种不同的学者 不同的专家 不同的行业的领袖 他们的课程 或者他们的讲座 或者他们的观盘 各位 也就是说我这样加起来 在过去这十一年 十二年当中 我至少听过六千人 五六千人的这样的演讲 各位 我觉得如果我的演讲能力 到现在为止 有很大的提升的 关键在于我过去讲了 这么五六百场演讲 加上我听了这种 六千场演讲 然后再加上 我不断了累积 为自己的口才加分的 这个能力 所以各位 我从来不相信天生口才 很好的人 我再次重复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开始 永远不晚 尽管你五十岁了 尽管你六十岁了 或是尽管你还在五岁半 到六岁 在我们课程里面 最小的人只有六岁半 那最大的可能有七十五岁 七十八岁的人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只要开始 永远不晚 只要用心 就有可能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 就注重 聆听的话 各位 聆听就是学习 比如说你参加一个讲座 你在听他讲话 有一句话你不会 你学下 你把它记下来 这以后我可以参照 比如说你今天 在听一个故事 我们有很多的节目 比如说像我们的前演讲座 像百大讲坛 像我们看这些节目的时候 看这个讲座的时候 我们从这里面 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什么 吸收一些知识 吸收一些能力 吸收一些什么语言 所以各位 我觉得只要讲话的时候 你所需要注重聆听 在一场沟通谈判的场合的时候 聆听非常重要 有时候人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语气探词 小小的一个语气探词 就表达了他当时的这种精神状态 所以听的时候 第一个要注重听他的细节 第二个要注重听他的什么 听他的核心的观点 第三个要听他的语气探词 第四个要听他的什么 情绪状态 第五个要听他的这个背后的意图 而且你听的时候 你一定要专注于他的那种 看着对方 很多人都认为听的时候 不需要看着对方 其实你看着他的时候 他的信息 你吸收的是最多的 如何才能让自己讲话具备亲和力 让别人欣然接受呢 下面刘景岚老师将继续为您传授妙招 第十点就是 只要讲话 只要讲话 就从什么 就从赞美开始 只要讲话 就从赞美开始 各位 我们每个人如果要把口才提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你要有人欣赏你 要有人喜欢你 要有人接受你 要认同你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滔滔不绝 囊囊上口 口才 口若悬和随坏长江 那在讲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即使你讲的很多人好 可是没人听你的 所以我们一个人好的口才 首先要保证别人愿意听下去 愿意什么 愿意听完你的讲话 那么如果你要让别人听你讲话 其中你要建立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建立亲和力 亲和力才有信赖感 信赖感 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同理心 才让人家能够听得下去 所以听非常的什么 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要人家听你讲话 很关键 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讲的 这是有一个国王 他有一天把他的大臣召集在一起 他跟大臣说 我有三个小金人 黄金铸造的小金人 你们来看看这三个小金人 哪一个金人到底是最可爱 最值得信呢 那么他拿了一根稻草 从第一个小金人的耳朵里面 把它穿进去 结果这个稻草 就从另外一个耳朵里面 就出来了 然后再拿了一根稻草 从第二个小金人的耳朵里面 穿进去 结果这个稻草 就从嘴巴里面 就出来了 第三个 他拿了一个稻草 从小金人里面穿进去 结果从 就直接进入肚子里面 就没有出来了 然后国王就问 他说各位大臣 到底哪个小金人最可爱 大臣们都告诉国王 他说是把这个稻草 把它擦在肚子里面 没有出来的 就会更棒 那么这里面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再次证明 聆听非常的什么 重要 当然除了聆听 非常重要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 也非常的关键 是还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赞美非常的重要 因为赞美的关键 是在于 跟他之间建立了什么 亲和力 所以每一个人 国王就开始赞美这些大臣 他说各位大臣 你们果然很有眼光 也很懂得 这个什么 本王的这个心事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一个会 开完会 你们大家知道就行了 各位你会发现 他在使用这个小金人的 这个故事的目的 是为了 首先他告诉大家 接下来讲的东西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是不能对外传递的 而且要告诉大家 成为这样一个 把话装进去 自己知道就好的 这样一个好大臣 忠诚的大臣 所以各位 国王也使用赞美的技术 跟这个大臣拿进了关系 所以赞美非常关键 那么我们到底 在讲话之前 要怎么赞美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任何的时间 赞美的任何人 我今天送给大家 大概八个赞美的方法 八个赞美的方法 第一个 我觉得人跟人见面 或者沟通的时候 第一个赞美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要主动 很多人都是等别人 赞美了自己之后 然后呢怎么样 然后再被动的赞美别人 所以各位 如果人交往的时候 是主动赞美比较好 还是被动赞美比较好 答案一定是什么 主动出击比较好 所以赞美一定要什么 主动 你开始不要跟人家谈事情 先赞美他 哇 今天这个服装很漂亮 今天这个领带很漂亮 今天这个发型很漂亮 这个眼镜很漂亮 这个眉线很漂亮 这个纯线很漂亮 哇 今天你的香水味道很好闻 哇 今天你的气色不错 哇 今天你的这个神情很漂亮 今天你的眼神很亮 各位 你可以用任何的方法 哇 今天很手执 很敬业 很认真 哇 你声音很好听 各位 你至少有一百种以上的方法 去赞美别人 但是你要主动什么 主动 第二个赞美的时候 一定要贴切 各位 我们在跟人家见面的时候 沟通的时候 或是演讲的时候 你赞美一定要很贴切 越贴切 别人越相信 越贴切 就越舒服 听起来越舒服 所以你赞美别人的发型很漂亮 哇 你的发型 你的这个头发很精神 头发很有气质 这个赞美很贴切 第三个赞美要很具体 很具体 越具体的赞美越可信 比如说哇 你的牙齿很漂亮 很整齐 或者你的眼睛很漂亮 很亮 赞美很具体 第四个赞美要什么 赞美要发自什么 发自内心 当你发自内心的时候 对方 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心 感受到你的发自内心 所以第五个时候 要赞美什么 第五个时候 要赞美对方的最大 最好的优点 最大更大最好的优点 当你赞美对方的优点的时候 对方能够有共鸣 对方能够跟你之间有共鸣 第六点 我们在赞美的时候 我们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第七点 我们赞美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要让要大声的说出来 很多人呢 说什么条件的时候 大声的说出来 赞美的时候 哎呀你的手好白呀 好像给人家说 那种不好意思说的时候 所以我们赞美的时候 要大声的说出来 那么第八点的赞美的时候 就是要让对方收到 并且永生难忘 什么叫对方收到 很多的赞美 都是让对方没有收到 就是你自己讲出来而已 对方根本没有收到 所以你一定要赞美 一定要让对方什么 收到而且要让对方怎么样 能够难忘 永远难忘 如果各位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赞美一次 你永生难忘的话 表示什么 表示你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有赞美的艺术 赞美的能力 所以当你赞美完了之后 让人家永生难忘 你就会有巨大的收获 所以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在赞美的时候 一定要让对方永生的什么 难忘 并且让对方什么 收到 以上这八点 我认为我是每个人 在与人沟通讲话之前 要拥有了这个意识 只要讲话 就首先使用什么 赞美 当你赞美的时候 对方就能够得到 这些很棒的资讯 怎样才能让自己讲话 不有感染力 打动对方心灵呢 刘景拉老师继续为您 传授高招 下一点 只要讲话就用心表达 各位 当你讲话的时候 如果你发自内心的话 你的讲话的感染力 就会倍增了 有人说什么是心呢 心到底是什么 各位 很多人说心是心脏 心就是我的想法 但对心是什么呢 依照我这么多年来 对心的研究 对心的感受 对心的体会 我觉得心就是一个人的思想 心就是一个人的精神 心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这样的一个综合体 当然包括一个人的情感 以及他的价值观 以及他的是非价值的取向 所以各位 当一个人说 我的心受伤害了 那是什么 是我的情感受伤害了 我心飞扬 那是精神在飞扬 我的心在等待 那是我的情绪在等待 所以你看 每个人心 用心这个词汇用了很多 可是心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没去研究过 那我认为 心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思想 一个人的情绪 一个人的什么 一个人的精神 一个人的灵魂 一个人的价值观 以及他的价值 他的经验等等 所以他的一个综合体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在表达 在沟通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自己 潜意识里面 这些信息的能量的话 你的表达能力 就会有很强的 一个感染力 所以我们讲 一个人沟通 是精神的传递 情绪的转移 是不是语言 是你背后的精神的传递 情绪的转移 是你信念的遗址 所以当你 带了一个很高的 沟通的境界的时候 是你的信念 在遗址给对方 听懂的 各位听懂的大声说yes 在座各位 如果你说句 这个yes代表什么意思 yes是自我肯定 自我认同 自我确认 自我相信的意思 自我鼓励的意思 所以各位 如果你在收看 这套观谈的时候 你也大声说yes 所以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 如果我们每个人 只要讲话的时候 就用心表达的时候 其实你就进入了 一种自我的 一种 给自己一个很强的 一种自我状态的 能量的状态 那么下一点就是 只要讲话 就将心比心 十二点 只要讲话 就用什么 只要将心比心 在座各位 我们很多人 都认为 跟人沟通的时候 都以为是讲给自己听 但事实上 我们讲话 是讲给谁听 是讲给听众听 当我们在讲给 听众听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重 我们讲话的时候 己属物欲 物失于人 我不想听到的 我不要告诉别人 有一句话叫俗话 俗话 良言一句 三冬暖 恶言一句 十年寒 什么意思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记住 一定要在 讲之前 都用头脑跟思想 过滤一下 我这句话 会不会伤害他 常常是这样的 你赞美他的话 他很容易忘记 但是你批评他的话 他会一辈子记住 有一天 你突然看到一个同事 他吃饭吃的比较多 你说 你胃口怎么这么好吃的 比猪还多 他心里恨死你 虽然他当时没有说 他下次他有机会 就给你穿小鞋 有机会就给你难堪 所以我们每个人 在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赞美别人的时候 要高深的表达 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要紧咬住自己的舌头 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我们赞美我们的朋友 朋友于是成为手足 但我们赞美我们的敌人 敌人于是成为朋友 但我们要赞美别人的时候 我要高深表达 但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 我们要紧咬住自己的舌头 我们要记住这个秘密 他想改变我们的生活 从今往后 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 要赞美我们身边的客户 赞美我们身边的亲人 赞美我们的朋友 认知赞美我们的父母 很多夫妻观 就为什么搞不好 很逆色 很不愿意去赞美自己的 老公或老婆 老婆汤做的好一点 如果你赞美一句 每天会有更好的汤喝 老婆的这个什么 这个衣服买的大一点 你赞美一句 下次你的衣服会更多 会更好 所以再说各位 我们每个人 有要赞美的时候 一定要赞美自己的亲人 开始 因为太熟悉了 所以你很少去赞美你的亲人 你的妹妹 你的哥哥 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你的老婆老公 你很少赞美他 因为你觉得不用 是在欣赏他了 对吧 因为你 可是他也需要欣赏 人永远都希望欣赏鼓励 各位 基于心理学调查发现 人类最终最深切的渴望 就是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感觉 人最终最深切的需求 就是成长与贡献 人最深最深切的这种爱 就是对别人的付出 以及什么 以及这样一个捐赠 你很多人都认为 人不会捐赠 你信不信 当给你的钱足够多 权力足够大的时候 你的境界就提升到 你要给予给捐赠 人之所以还没有捐赠 是因为你还不够多 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多 你要拿回来 可是当你丰富 足够丰富的时候 你就要给出去 而且越给出去越丰富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越分享的东西就越多 爱越分享越多 财富也越分享越多 友谊也越分享越多 知识也会越分享越多 比如说像我 就这么多年来 累积的这些口才的经验 这些方法 那我讲出来之后 不会变少 反正越分享越多 我每讲一次 我就会越加强一次 就越相信一次 越信念坚定一次 所以越分享越多 各位 如果你们听到这个内容 假如对你生命有所贡献 和帮助的话 你去分享的话 也会越分享越多 因为我目前这套方法 从六岁半的小孩 到七十五岁 七十八岁都证明有效 所以各位 我发现这套方法 就是真的是 你如果注重去养着这个 习惯就是很棒的 所以只要讲话 就学会将心什么 比心 对许多人来说 上台脱稿演讲是一件极其困难而痛苦的事情 但刘景兰老师告诉我们 只要练习方法得当 完全可以在短时期内做到脱口而出 那么刘景兰老师的方法是什么呢 下一点 只要讲话 就想象自己的脚下就是一个舞台 那依照我个人做这个演讲训练的经验 每个人听演讲是不会把口才提升的 听口才课也不会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口才提升的 而听完之后怎么去做 怎么去行动 怎么去演练 怎么去操作 才会是真正把口才提升的关键 所以在我的课堂里面 我特别强调了一个互动 而且每个人都会要学习我的肢体动作 模仿我的手势 模仿我的声音 模仿我的语言 模仿我的表达方式 因为我相信肌肉是有记忆力的 当你模仿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学到这个东西 所以当你模仿了这个东西 你的肌肉就加强学到这个东西 所以在座各位 请你跟我一起说来 来 所有今天在学习这套 这个课程的伙伴 以及看到这份电 看到这个电视节目的伙伴 今天也跟着我一起说 一二三跟我一起说 肌肉是有记忆力的 肌肉是有记忆的 练习口才 从练习肌肉开始 练习口才 从练习肌肉开始 演练 重复 重复 加强 喜欢 热爱 突破 改变 打开 自己的口才 所以在座各位 我讲这些关键词汇 是总结刚才这些内容 当然 我们所有这些 都要集中在一个观念上 就是只要我们讲话的时候 就想象我们站在舞台上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我的脚下就是一个舞台 那我在教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秘密就是 当一个人在台下 他演练的时候 他的改变 是有的 但是他有限 当他有机会上台的时候 他的改变就非常大 很多人都很奇怪 说 廖老师 为什么上你两天的课程 我以前连讲课都不敢讲 现在我能够脱稿演讲一小时 脱稿演讲十分钟 从来不敢上台 完全爱个脱稿 我的记忆力都无法想象 而且这么流利 原因很多人没有找到真正的秘密 真正的秘密 我跟大家公布 就是我在我的训练里面 我在两天的时间 让每一个人至少上台十次 甚至二十次 有的人会上台三十次 所以当他在台上演练一次 相当于台下演练五到十次的效果 所以各位 可是没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台 那么我就教他们自我催眠的方法 想象自己的脚下 就是一个舞台 想象自己的脚下是一个舞台 事实上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脚下 当一个舞台去的时候 你的脱脱就有一种意识 我今天站在舞台上讲 我该怎么讲 我该怎么表达 我该怎么沟通 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演讲与口才的艺术 以及当众讲话的能力 演讲脱稿演讲的能力 当然我们演讲也非常重要的是 你在演讲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舞台上的时候 你的形象会注重 你的声音会注重 你的表达也会注重 你的台下的互动也会注重 所以想象自己的脚下就是一个舞台 你的 记住 你的工作也是一个舞台 你的行业是一个舞台 你今天站在北京是一个舞台 上海是一个舞台 奥运是一个舞台 中国是一个大舞台 所以在座各位 人生何尝不是时时刻刻生活在一个舞台上面 所以你何尝不从今天开始把你的这个舞台就不断的把它经营好 打理好 锻炼好 把练习口才 就当你在舞台上每天成长进步的经验 所以我之所以在这样讲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也有潜力 也可以百分之一兆的相信自己 都有一流的脱稿演说能力 并且有强大的舞台感染能力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真正的 就是天生下来 就是天生良好的口才 而是演练出来的 如果从演练这个角度上讲 人人都是演讲的天才 只要演练就可以达到 所以这13点 我想大家深深的相信 我的脚下就是一个什么舞台 那第14点就是 只要讲话就要懂得销售 很多人都觉得 讲话跟销售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要送给大家一个观念 客户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来建立第一印象 所以你一开口 那一句话开始 听众就开始跟你在打分 沟通对象就开始在跟你做评估 在心里他就开始有一张底片了 这张底片是好是坏 是你自己决定的 当然从你销售和拜访顾客来说 顾客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来建立第一印象 但演讲跟口才也是这样的 听众永远不会给讲师 以及给演讲者第二次机会来建立什么 第一印象 所以你一开口也非常的关键 所以为什么说只要演讲的时候你就要想到销售 只要你开口讲话就想到销售了 因为人在一讲话就开始销售自己 对不对 人首先卖产品之前首先销售谁 销售自己 人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首先是销售自己的语言 销售自己的信念 销售自己的思想 销售自己的什么 销售自己的什么 故事 销售自己的逻辑 销售自己的理论 销售自己的什么 专业 最后卖掉产品 是因为销售自己语言 思想 精神 信念 逻辑 专业之后的结果而已 很多人他就不会演讲师销售 他一上来就开始介绍产品 结果呢 产品卖不掉 如果大家一上来开始谈 信念 专业 专长 能力 技术 好处 这些跟产品没有关系 但是却是能够证明产品 非常有效的东西 我估计顾客把产品买回去 就很棒 你看大家都看前演讲座这个节目 为什么 因为前演讲座这个节目 每一个老师都把他自己多年所学 他的生命的经验体验 感触 心得感悟 把他贡献出来给大家分享 当然他们也知道 这些东西会越分享越多 最后一点 就是只要 只要讲话 只要讲话 就要 诉讼 我们讲话的目的 就要关注 关心我们讲话的目的 为什么只要讲话 就要关注目的呢 很多人 他很容易犯一个 沟通与演讲的错误 就是离题万里 出口千言 离题万里 而且他很容易的被人家打断他的思维 所以你的讲话时间永远是有限的 在一个公共场合 尤其是发言可能只有几分钟 认识只有一分钟 那你讲话要达到什么目的 因为什么目的 你怎么讲 我讲话要得了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我要怎么去设计 所以第一句话该讲什么 开头要该讲什么 结果要讲什么 要把它设计清楚 要围绕目的来设计自己的讲话 五分钟有五分钟的讲话 十分钟有十分钟的发言 一小时有一小时的讲座 半天有半天的课程 你要根据你的时间 环境 以及你的受众群 来设计出你 根据你要的目的 来设计你的讲一讲内容 所以以上的这十五点 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 从今年开始 就可以养成这一辈子 终生一个沟通与演讲的习惯 所以各位 养成这十五个习惯 从今往后 我们的沟通品质 沟通质量 语言质量 以及讲话的逻辑性 都会循序渐进的不断成长 在前两集节目中 刘景兰老师为我们讲述了 练就好口才 要养成的十五个良好习惯 下期节目中 刘景兰老师将继续和我们分享 提升演讲与口才能力的十大法则 敬请关注